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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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大自然是我们人类幸福快乐的家园 大自然是我们人与万物万类共同的家园 它是大型的生命体 它包括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无论是天上飞的鸟类 地上跑的动物 水中游的鱼类 都是我们的家人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无分无别 大公无私 大自然 维护以支持我们人类永居生存的需求 无论是富贵贫贱贱质义美丑 我们同悉新鲜的空气 我们同享一个太阳 我们同享一个月亮 我们同样站在地球的借一片土地上 大自然 大自然 还提供给我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五股杂粮 蔬菜水果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 大自然不仅给我们吃的穿的 大自然呢 还提供我们美丽的风光 雄围的瀑布 蔚蓝的湖泊 美丽的高原 潺潺的流水 让我们活的这么应有尽有 所以啊 我们要感恩大自然 大自然 让我们活的更幸福 让我们活的更快乐 我们看 大自然啊 就是这么一个相当伟大的 他一直在支持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唯一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我们要去关心 我们要去爱他 那 我们看 大自然同时是我们人类的好老师 大自然是宇宙中最伟大 最神圣的老师 他是无言的教诲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无言的教诲 大自然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歧视 我们看 骨枝麦子 当他成熟的时候呢 他就低头 这个骨枝麦子 越是成熟 他越低头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大自然在教育我们每一个人 要学习大自然中的植物动物 当我们的地位越高 学问越高 诠释越多的时候 请问 我们还是能够千C滴心下去吗 我们是不是效法 这个骨枝 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育 再来 我们看 一群一群的马鱼啊 他们可以共同团结 抬走大骨头 抬走树干 你看 这个又给我们什么教育呢 告诉我们人类 我们要团结 视觉各国要团结 国家要团结 社会要团结 家庭要团结 兄弟姐妹要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骑士 他们就是我们的好老师 我们看 温柔的水滴 可以穿透原石 透过时间的这个流失 在肩 在钢的那个石头原石 都可以穿透 这个又给我们什么教育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啊 一定要坚持 无论什么事情 我们要坚持 最后呢 我们一定会成功 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育 再来 我们看院子啊 他好辛苦的 去雕来泥土 草 树枝 然后呢 建立他那个舒服 温暖的家 他那种辛苦与努力 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要努力不屑 不要懒惰 不要飞心 只要努力 一定会成功 所以大自然中 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的植物动物 每一时每一刻都给我们这么好的教育 所以说 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好老师 再来 当院子啊 他在地面上飞的时候 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快要下雨了 好 我们再继续看 当耳之 这个耳之 在屋顶上 一直不停的在鸣叫的时候呢 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是事实的 我有记载下来 当时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台湾大地震的时候 报纸有刊登 说那个耳之 它在屋顶上一直叫一直叫 叫不停 但是我们人呢 就是看不去 也没有去用心注意 把这些事情当成不重要的事情 过后地震就来了 所以啊 这些动物 我们的家人 他们有特别的本能 与直觉感 他们的这个instinct 他们的直觉感 他们的那种本能 是比我们人来 比我们人类来得更强 好 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是树的云 普通我们看的云是一朵一朵的白云 有吗 那个能够移动的白云 但是 当我们看到这个白云是树子的 Fertical Not Horizontal 就是Fertical这样的 这个白云是在提示我们什么呢 2004年 12月26号 在我们印尼 苏门大拉岛 亚渠省 那个大地震太惊人了 这个白云就是亚渠省 在大地震之前的展现 这个告诉我们 大自然中 无论是白云 无论是地上跑的动物 天上飞的鸟类 水中游的鱼类 他们时时刻刻一直在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讯号 给我们指示 所以说大自然是我们的好老师 好 我们看 大自然是孩子们成长的窑囊 这个呢 假如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 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机会应用我们的感官 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感官 感官 我们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个感官 其实当我们进入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就有应用的机会 我讲一个比喻 就是说 当时啊 一百年前的时候 在德国 史怀子 这个伟大的人 那 他呢 Albert Schreiber 这个伟大的人 他本来就是 神学已经通了 而且职学已经通了 那么当时他才十多岁的时候呢 他到森林去 拿了这个枪 要去打猎 当他把这个枪 瞄准着一只鸟的时候 还没有开枪 只是瞄准 但是那一只鸟呢 他的本能啊 他的肢节感 就是那么强 那么特别 这一只鸟呢 他马上叫出他的声音来 原来他的这个声音 是在告诉他的兄弟姐妹 快点跑 掠人来了 他一直 当他把这个 鸡鸡叫的声音叫出来 就是他们鸟之间的讯号 左右两边的鸟全部都飞了 他们都逃难了 这个史怀子 他当时觉醒了 他顿时觉醒 他感觉到原来动物的本能 以直觉感是这么强 我还没开枪 他已经给了他的兄弟姐妹讯号 全都跑了 逃难了 这个时候呢 他把这个枪放下来 他告诉自己 从今以后 我绝对不再打掠了 那么呢 他呢 很有爱心 他不仅对动物很有爱心 他对一只蚂蚁啊 一只蚂蚁 或者是一只鸟 或者是什么 他都很疼爱 他说呢 我们人与动物是应该和学相处 不应该被正负 或者是正负他人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有一次 他看到了这个非洲人的这个雕像 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杂志 他就发了一个心愿 要到非洲去治疗 医疗那些病人 因为他们都是很穷 所以他去读了八年的医生 就到那边去 当他在那个美丽的非洲的河流上 航行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一只河马 Hippopotamus 那个河马 跟他的孩子母子情生 在那个海上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想说 哇这个场景太感动了 动物母子情生的拥抱 假如人啊 我们人类都能够像动物一样的话 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美丽 只有爱没有争斗 没有互相产杀 那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位 宣扬敬畏生命的第一个人 那他就说 我们应该敬畏天上飞的鸟类 地上走的动物 水中游的鱼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所以当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从大自然的中间 能够让我们成长 人类似部 我们下来 Wells 国密宣传 德里 的 favor